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27号 今天呢,视频里面要干这样一件事 第一件事呢,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 这是我之前买的那个RXX做高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今天把这个切开 然后给大家在这个视频里拼一下 所以这个视频呢 接下来实际上是我所有拼的这个结果 这个怎么这么难拆呀 OKOK,我现在把它抠下去了 好难抠呀 我现在只把一边抠下去 另外一边还没有抠下去 好难抠呀这个 OKOK,好抠下去 大家看到了吗 这有两个可以抠掉 然后就抠掉之后呢 然后我应该可以把它看能不能打开 我来看看这个能不能开了 这感觉拆这个乐钩 好像并不追见特别吹 平时的箱子好像都不是这么拆的 OK,然后现在这个拆完之后呢 FD8里的东西从这样的包转 第一个包转 这是第一道这个是一个10号包 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8号和9号 OK是12号 OK,它有一本说明书是立体的 再看长成这样还不错 还有一个贴纸 哎呦,这个贴纸已经被我弄歪了 嗯,还有贴纸再看好 里面应该还有一些 等 我来玩都倒进去 哎呀,这个拆东西的 孙明镇 刚才是制作的 好,还有一段 那好多段 不想说,我们就玩这个视频之后呢 可以把这个乐高屏了 可能,可能再做一点 视频之后 大家能不能借 在我的架子上也就不错了 感觉一概不是这一块吧 现在也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 嗯,现在已经弄了 看到了,大家现在已经忘了 嗯,OK,好,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拆完了 我们可以把它送到我们 送卖的这个架子上 先这样吧,嗯,好,呃,你看有多少段哦 我来给大家数一下,嗯,我感觉我最大的编号 建东目前是12,感觉就是12 12左右,好像还可以,应该三个小时拼一袋的话 6个小时应该就拼完了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说明数 这还是挺可爱的 给大家看一下,嗯,哎呀 这个贴纸已经掉了 这个贴纸太容易掉了,嗯,OK 这个乐高这个,而出地出的开箱就要吃 这个大概快偷偷了,买80 好,今天视频的另外一个那个目的呢 我实际上给大家讲 就是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个PGD申请的 线,美国这边读博士申请的现状 啊,今天来到我直播间的呢 是两位同学,一位是啊,三国末期的啊 啊,邓爱同学,他姓邓,明爱,自识仔 还有一位呢,是中会同学,姓钟,明慧,呃,自识记 呃,正所谓就是,陆西川,二诗争公 呃,太平遥,二鸟进食 大家想知道这个,他们俩是如何抢功劳的呢 请看我一会儿的视频 大家就能体会到就是接下来这个申请博士的难度了 还有一件事我想说的就是同学们可能都知道 就是说,呃,NBA呢 这个打篮球有时候会进入垃圾时间 就是当这个时间呢,已经不影响胜负了 对吧,那实际上历史上呢 也有很多时候可以进入垃圾时间 呃,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对吧 很多人认为就是三国演义 在进入某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进入垃圾时间 比如说有的人会认为是 从那个诸葛亮秋恒五丈元之后呢 就是垃圾时间 也有人认为那个司马懿落水为世之后呢 就是垃圾时间 也有人认为就是司马懿离世的时候呢 是垃圾时间 也有人认为是邓康爱中会分冰镜的时候 就是垃圾时间 很多人都觉得三国演义到这么规近的时候 就已经很无聊了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可能你读本科的时候呢 当某些时候 你也会进入垃圾时间 以及你读博士的时候呢 你有可能也会进入垃圾时间 什么叫读博的垃圾时间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不管是还没有读博的 还是已经读博的 还是已经读完博士的同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比如说写出自己的想法 什么叫读博士的垃圾时间 不管大家有没有留出自己的想法呢 在下期视频 我会带一个完整的乐高 就是带一个拼好的这个乐高 给大家看一看 顺便告诉他 告诉大家一下 什么叫读博士的垃圾时间 好 接下来请大家收看 我今天的直播答疑 我和这个钟卉 还有邓爱两位同学对话 他们俩来给我讲述 这个到底深博士有多么难 请大家看 耐心的观看 接下来两分钟的视频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你才会有惊喜啊 肉口干碎了是吗 你拿它粘回去吗 我们拿点502娃粘回去 把它放回壳里呢 对啊 把它放在壳里 你暗装一下 暗装一下 它不能听过去吗 我是把它干出壳子是吗 你把壳子两个连接部分给敲爆了 这个是吗 我来找个动作 它像一个硬币 从地里扣 这样这个 硬币从地里扣出来的 好爱吃 那不是吗 我不知道 您先看看有没有 这个 哦 这好像不是 这个 是多那啥 我没想 这个是吗 这个是 这个不是 我刚才 我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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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样这样 这样 嗯 嗯 嗯 哎那有一个好像看上去形象的 你看这里面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嗯 啊 没人血了 嗯 哇 嗯 他们已经在跟我们刚才挖的 他们在乱吃啊 哎 他们在抢 卧槽 他在他在他在抓另外一个吃饱 卧槽 啊 啊 啊 卧槽 太牛逼了 他好气啊 这个这个讲到 在讲到他的吃饱 他好没有抢到食物 啊 他没有什么 对啊 这个好懵啊 这个好懵啊 对啊 他好懵逼啊 你再给他一个吧 没有啊 啊 这个鸟鸟好生气的 卧槽 卧槽 满足 满足他的心 服务他受伤的心理 快吃吧 是吗 看不到 他生气了 他好傻啊 好 大家看完了这个邓爱和中会的视频之后 大家做和感想 大家觉得这个申博士难不难呢 大家觉得什么是垃圾时间呢 他们是否进入垃圾时间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洗下自己关于邓爱中会的建议 今天的故事先到这里 拜拜